好我们来看知识点 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作为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呢 我们呢 首先要把握它的原则 作为股份支付会计处理啊 我们要掌握这几个十点 首先是授予日这一天 我们怎么办 然后是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付业日 应该怎么办 然后是除了等待期 进入可行权之后的处理又如何 那么在这三个十点上呢 我们把两类股份支付进行对比 比如说授予日的时候 授予日的时候啊 不非你是立即可行权 因为你立即可行权 你没有等待期了 那就直接可以行权了 所以如果是立即可行权的 我们有分路 权业决算的股份支付 借记成本费用 待机的是资本攻击的溢价 而不是其他 那么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是借记的成本费用 待机的是应付支付薪酬 这是授予日那天 前条件是立即可行权 如果不是立即可行权的话 别管你是权业决算的股份支付 还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在授予日都没有账可做 都不做处理 记住 有等待期的授予日 没账可做 别管是权业决算 现金结算 只要有等待期 授予日就不扼诈 没等待期的授予日才有账 那么 等待期呢 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费表日 我们要重点关注三件事 第一 对于权业决算的股份支付 如果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费表日 你要算出成本费用 借计成本费用 代计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借成本费用 代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但这个金额怎么办呢 这个金额 我们要站在局部看全局 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费表日 比如说三年期 你站在第一年年末 先考虑三年下来 有多少人会留下来 然后用留下的人数 乘以分数 再乘以 授予日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算出总的成本费用 代计的是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并且这个资本公积 一旦形成之后 后续没有供应价的变动 这句话是针对着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来说的 而对于限定结算的股份支付呢 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费表日 仍然是站在局部考虑全局 看看最终会有多少人留下来行权 用总人数乘以分数乘以 不是授予日的权益工具供应价值 而是资产负表日的 资产负表日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你看权益结算的是 授予日的权益工具供应价值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是 资产负表日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算出来之后 借记成本费用 代计的是应付职工薪酬 这俩分落都很有个性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是代计的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而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代计的是应付职工薪酬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那么企业应当根据 最新取得的可行权 职工人数 变动等后续信息 做出最佳估计 修改预计可行权的权益工具数量 这说的还是在等待期内 也就是说 你站在每一年年末的时候 你都要预计总的走多少 但毕竟是预计 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变化 你会有新的信息 这时候你去调整就好了 前面算的多 后面算的少 前面算的少 后面算的多 都无所谓 你只要估计就成了 这是等待期内 那么除了等待期呢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只要除了等待期 不对成本费用和权益进行调整 就等着行权时 做一个处理就成了 那么要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呢 则不然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啊 除了等待期之后 就开始盯着负债的供应价值 看看它是不是有变动 如果负债增加了 是待期应付支付薪酬 借记的是供应价值变动损益啊 如果减少了呢 我们借记的是应付支付薪酬 待期的是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前面呢 咱们曾经分别去讲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和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的 会计处理原则 在这里 咱把两者合在一起 从三个角度 从数一日 等待期和可行权之后 这样三个节点上 在对比着 来掌握一次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道题目 我们来继续看 多项选择题 下列各项关于 等待期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那么这道题首先告诉我们 这是有等待期的股份支付 但他没说是权益结算 还是现金结算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首先 A选项呢 是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那么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并且他有等待期 相关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在授予日以后就不再调整了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 因为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如果有等待期的话 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资债表日 我们用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都是授予日那天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所以以后不再调整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B选项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如果有等待期的话 授予日是不做账务处理的 这说的也对 只要有等待期 其实别管是权益结算 还是现金结算 授予日的时候都没有账可做 但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应于处理 说着说着就说错了 其实呢 有等待期的话 无论是现金结算 还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他们在授予日的时候 都没有分路可做 但要是没有等待期的话 别管是现金结算 还是权益结算 在授予日那一天 如果是授予日立即可行权 没有等待期的话 他们都是有分路的 我们再来看C选项 负市场条件的股份支付 应在所有市场及非市场条件均满足时 确认相关的成本费用 应该说呢 这个选项是非常细微的 这里面既然是负市场条件的股份支付 就应该是在所有非市场条件满足时 就可以确认成本费用 这里面是不包括着市场的 所以它是错的 那么递选项 业绩条件为非市场条件的股份支付 他说的是为非市场业绩条件的股份支付 那么等待期内 应根据后续信息调整对可行权情况的估计 没错 对于可行权情况的估计 我们这个非市场条件是对它有影响的 所以后续要不断进行调整估计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是AD两个选项 好 具体解析 我就多说了 我们来看一下综合题 这道题目首先是一个负有服务年限 或者叫服务期限的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我们来感受一下 如果有这个服务期限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应该如何去进行账务处理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A公司是上市公司 19年1月1日 公司向200名管理人员 每人授予了100份股票期权 看清楚了没有 股票期权当然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多少人 200人 每人多少份 每人100份 这些职员从19年1月1日起 在该公司连续服务三年 也就可以用5元每股购买100股A公司股票 那么这5元是行权价 每股5元 那么从而获益 公司估计该期权在售业日的供应价值是18元 这等于告诉我们这个股票期权的供应价值 在售业日的自然就已经确定的是18元 那后续就不变了 我们比如这是三年期啊 每年年末怎么办呢 只要说第一年年末 假设一个人不走的话 那就是200人每人100份 每份18元 这就出来了 然后呢 乘以三分之一 这是第一年的 乘以三分之二 减去第一年的 是第二年的 然后用总的减去前两年的 就是第三年的 当然这是说 假设200人不变 如果变化呢 咱就直接调整这200人就可以了 对200人的调整 这就是可行权情况的估计 好 我们来取题看一下 第一年有20名离开 比如说那我就把200变成180 错了 你是站在第一年年末 我们是站在局部望全局 这是有大局观的一个体现 虽然你站在是一个局部 但你脑子里想的是整体上三年下来 企业应该承担多少义务 所以第一年走了20人 你还要接着问 A公司估计三年离开的职员比例是多少呢 是20% 那就说明200人走了20% 那是走了40人 所以在第一年年末时我们用200人减去40人还剩160人乘100%乘18乘三分之一 这是第一年的 那么第二年呢 第二年又走了10人 第一年走20人 第二年又走了10人 一共走了30人 但是还不够 你得看看整个三年下来走多少呢 公司估计的职员离开比例总的是15% 那么200人走15% 说的是走了30人 因此在第二年年末呢 我们就把这个可行权人数修定为170 用170每人100份 每份18元 有人说怎么老是18呢 因为你用的是受益日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它总是18呀 然后除三乘二 那就等于乘以三分之二 然后用这个数减去第一年已经确认的数 算是第二年的 那第三年呢 第三年又走了15人 又走15人 一切可就真的水落石出了 第一年走20人 第二年走10人 这是30人 第三年走15人 这是走了45人 一共200人走了45人 还留下155人 这155人留下行权 每人100份 每份18元 这就是我们三年下来总的承担的义务 用总的承担义务 如果你问我第三年是多少的话 用它减去前两年之和 来解决前两年之和 就是第三年的 这就是站在局部望全局 然后不断往回到底的方式 算出每一年的成本费用 这是等待期内 这是权益决策的股份支付 等待期内 我们应该这样来做 好 我们来继续看 A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首先是19年1月1日 首先售一日的时候是没有账可做的 因为有等待期 所以等待期主要在等待期内的资产付的表日 我们才去做处理的 在19年年末 我们用这是160人 200乘以1减20% 还剩下80% 200乘以80% 这不160吗 160乘100乘18乘三分之一 这是9万6千元 因为是管理人员 所以借记管理费用待机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9万6千元 那么同样道理到了第二年年末 也就是20年年末的时候呢 我们把雷值率调整为15% 那就说明留下了1百7 200人乘以85% 留下 那是1百7 用170人乘100乘18 除三乘二 相当于是乘以三分之二 讲究第一年确认的9万6 还剩下10万08千 所以第二年的费用是借记管理费用10万08千 待机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10万08千 没问题 第三年 我们就不用算离职率了 就直接看看到底有多少人走了呢 一共三年嘛 第一年走20 第二年走10 第三年走了15 一共走了45 200人走了45 还剩155 155人 每人100份 每份18元 算出了总的承担的义务 减去你第一年 第二年的 减去第一年的9万6千元 减去第二年的10万8千元 减完之后还剩下7万5千元 这7万5千元 我们是借记管理费用7万5 待机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是7万5千元 这是等待期内的会计处理 应该说呢 非常简单 大家只要别算错了 就没有问题的 我们继续看 那么假设 出了等待期之后 这个权业决算的股份支付 剩下的155名职员呢 在22年年末行权了 行权的时候呢 要花钱的 每股花5块钱 所以公司因 这155人行权时 收了多少钱呢 155人每人100份 每份5元 所以每人收了500元 155人乘500 最后收了77500元 收到77500元时 是借记上存款77500元 那么77500元 这是你收到的钱 那么由于你是行权了 你要给对方的 这是股票的 就是给对方全一节算 给股票的话 他成为你的股东了 那么在你这里面 要增加的是股本 增加股本是增加多少股本呢 155人每人100份 每份股本面值是1元 所以这是155乘100 是15500 15500的股本 是确定的 当职工行权时 借记银行存款 我们收到了钱 有时候是 无偿给他的话 我们就没有银行存款的 借方了 现在是有 行权价格的 那是每股收5元 一共收了77500元 同时你形成的股本是 15500元 当股本15500 借方银行存款 77500的时候 我们在整个等待期内 确认的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是279000元 把借方的77500 加上279000元 再来一起之后 减去代方股本 15500元 差额都挤到 代方来 走资本攻击的 股本溢价 这个资本攻击的 股本溢价是 34万1000元 相当于呢 我们把 等待期内的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转入了溢价 另外我们收到的现金 也就是银行存款 和股本之差 也走到了 资本攻击的溢价中来 这是行权时的处理 大家呢 一定要掌握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道综合题 这道题是以现金结算的 股份支付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18年 年初 A公司给这200人以上 中层资源 每人呢 授予了100份 现金股票增值权 前面一说股票期权 那是权益结算的 那么这里一说 现金股票增值权呢 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200名 每人100份 这些资源从18年 1月1日起 在该公司只要连续服务满三年 这是等待期 就可按照当时的股价的增长幅度 获得现金 这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该增值权在2年12月31日之前行使 A公司估计 该增值权在结算之前的每一个资产付表日 以及结算日的供应价值和可行权 获得每份增值权现金支出额 如下表所示 我们来举题看一下 首先是18年 18年是三年等待期的第一年 三年等待期的第一年 18年年末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14给了 也就是说 我们用 你这是一共是200人 每人100份 假设200人不走的话 就是200乘以100份 每份14元 这我们算出总数 因为你是三年等待期 你再乘以三分之一 有人说是这样的吗 不是 我们主要是关注谁呢 这200人到底走的多少 当然这个走多少呢 不是说你第一年走多少 是你整个三年下来要走多少 比如说三年下来走10个人 那就19 走20人 你就180 然后乘以100 乘14 这个14 是我们18年年末的供应价值 同样到了19年年末 照样是假设200人 一个人没走 我们乘以100份 乘以15 乘以三分之二 除三乘二 减去第一年的 就是你第二年的 当然呢 到底是多少 我们得看实际情况啊 这200 咱是假设一个人没走 第三年的时候呢 他给了供应价值18 同时他给了行权时的支付 现金16 那这怎么讲呢 帮大家 假如说到了第三年 也就是等待其最后的时候 到了可行权日的时候 你的这些人里边 最后有一部分人留下了 有一部分人行权了 比如说你留下的是85人 你行权的是70人 行权这70人 每人100份 每份16元 那么你没行权这85人呢 每人100份 咱假设啊 假设这么多 每人100份 每份多少钱 18元 那么把这俩数加在一起 为什么要加呢 你想想 到了等待其结束 也就是可行权日的时候 一切将水了十出的时候 你三年堆起来讲 总的负债是多少呢 总的负债不就是你 行权那70人 有人说那已经不是负债 那不是支付现金了吗 是的 是支付现金了 但是你告诉我 在支付现金之前 它是什么 它不还是负债吗 支付完现金 它不就不是负债了吗 所以 其实 到了 第三年年末时 这70人 称100份 称16 加上这 没行权的85人 称100 称18 加在一起是 三年的总负债 用它减去前两年的负债之和 就是你第三年 应该劝的负债 并且呢 我们这三年在等待期内 只是站在局部考虑全局的方式来确认每一年的成本费用 借记成本费用代际的是应付支付薪酬 等出了等待期 大家都知道该干嘛了 出了等待期呀 我们要关注一下你负债的价值变化 当然出了等待期 比如说到了21年 我们关注负债价值变化时是关注哪一部分呢 你已经支付现金的70人 它是已经定数了 滚完了 说的是 你比如说到21年年末 我们在20年年末不是有85人没行权吗 假设例如有50人行权了 有35人没行权 那么我们就 21年年末用35人没行权的乘以100分乘以21 这是没行权的 21 按照21年年末的负债价值21 行权的呢 行权的你加上 刚才说的是85人 那就50人行权了 50人乘以20 按20算 然后呢 再乘以100 50人乘以100乘以20 那么把这两数加在一起 就是21年年末的负债总额 用这两数加在一起的负债总额和谁比呢 和那85乘以100乘18去比呀 比它大 负债增加了 负债增加是咱代季应付质贡献 借记的是 供应价的变动损益 那要是比它小呢 负债减少了呗 负债减少的时候咱借记应付质贡献 代季的是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明白了吧 我们所谓的是 关注你负债价值变化 是从哪开始的 是等待期以后 包括不包括可行权日那天 不包括 但包括不包括结算日那天 包括 你比如说 到了二年年末它结算日 刚才我们这里有50人行权了 那还剩35人 而最后的35人行权时 35乘100乘25 算出的这个负债 跟你二年年末 没行权的那35人 形成的负债去比 比它大 负债增加 借记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比它小 负债减少 败记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就成了 我们看看 是不是这样做的呢 这是初步有个分析 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具体的离职率的情况 到底有多少人走 多少人留 多少人行权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咱这里只是假设而已 咱继续看 第一年 20人离开 A公司估计三年中 还有15人离开 那就说明第一年不是200人 而是走了35人 那是165人行权 第一年的165 乘以100份 每份14元 乘以三分之一 这是第一年的 第二年又有10人离开 第一年走20 第二年又走10人 这是走30 但是估计还有10人离开 那就说明一共要走40的 那么到第二年年末 按照160 乘以100份 我们再乘以 刚才说了 第二年年末是多少呢 第二年年末是15的供应价值 乘以三分之二 减去第一年的 那么第三年年末呢 第三年年末 还真是有70人行权 那么第三年有15人离开 我们就知道整体离开了多少了 我们算一下啊 第一年离开20人 第二年离开10人 离开了30人 第三年离开15人 离开了45人 一共留下155人 在这155人中 有70人行权 85人没行权 所以85人没行权的 乘以100 乘以没行权 这个10点的供应价值 哎 我们刚才前面看了 是多少呢 那么它是18 对吧 85人乘100 乘18 对了 乘18 这是18 再加上这7人行权的 7人乘100 再乘多少呢 行权是 我记得是给的是 哎 16 好 再乘16 这就对了 那么第三年的 总负债找到之后 减去前两年的负债之后 就是第三年的 好 第三年的事 咱说完了 这是等待期内的前三年 等待期内的前三年 我们一年年算出成本费用 借记成本费用 代价应付支付薪酬 这里边没有负债的供应价值 变动的情况 规律性是非常强大 你再看 到了第四年年末 出了等待期了 那么第三年年末有85人 没行权 等到第四年 有50人行权的话 留下35人没行权 所以在第四年年末 35人没行权的 每人乘100份 乘以第四年年末的 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加上50人行权的 50人乘100乘以 行权式的价格 加在一起是 第四年年末的负债 第四年年末的负债 跟这85人 在第三年年末 行刷的负债区比 增加使 咱代际应付支付薪酬 借记供应价值 减少时 做相反的处理 第五年末 第五年末 剩余的35人 也行权了 这一行权的话 用35人 每人100份 每份按照行权价 算出一个负债金额来 也是实际支付的 现金金额 和你在第四年年末 没行权的35人 形成的负债区比 增加时 代际应付支付薪酬 借记供应价值 所以减少时 所相反的处理 负债减少 咱是代际的 供应价值变动 损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首先 在18年的时候 有165人 行权 所以用165 乘100乘14 乘以三分之一 它等于 7万7千元 真的如我们所料 就是这样的 到了19年末时 按照160人乘100乘15 乘万三分之二 是16万减去 7万7 还剩8万3 没问题 20年 第三年年末 第三年年末 留下155人里面 有70人行权 那么还有85人 没行权 行权的每人给16 70乘100乘16 一共是11万2000元 没行权的 85人乘100乘18 它是15万3000元 15万3 那么 这15万3 加上11万2 这是26万5 26万5减去16万 还剩下10万5000 是这么来的 比如说16万是谁 16万就咱们前两年 之合不就16万吗 对吧 所以说这前三年 等待期的做法 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尤其是第四年 出了等待期 算负债的价值变动 出了等待期时 有50人行权 50人称100乘20 没行权的35人 没行权35人 称100乘21 没行权 行权的负债是73500 行权的这部分人 是10万元 一共这是17万3500 减去15万3 还剩下20500 这20500呢 我们这是增加了负债 待期应付负负金轴 借记的是供应价值变动 损益 等到最后这一年 35人行权时 35乘100乘25 一共是支付了87500 而这87500 和在21年年末的73500 比起来 87500和73500 比起来 确实负债增加了 增加了14000元 借记的是 供应价值负负负金轴 以待期的是 应付支付薪酬 14000元 总体来讲 最终形成的负债 是29万9500元 我们把它支付出去 就成了 好 我们来继续看 首先借记管理费用 7万7 待期应付支付薪酬 7万7 然后呢 是借记管理费用 83000 待期应付支付薪酬 83000 这都没有问题 第三年年末 借记管理费用10万5千 待期应付支付薪酬 10万5千 同时有一部分行权的 借应付支付薪酬 贷一行存款 21年年末 因为负债增加了 20500 借记的是 供应价便宗损益 待期的是 应付支付薪酬 负债增加 是损益的增加 那么实际支付的时候 支付10万元 借记应付支付薪酬 待期一行存款 10万元 好 那么到了22年年末的时候 负债 再次增加了 1万4 借供应价便宗损益 贷应付支付薪酬 1万4 同时实际支付的时候 借记应付支付薪酬 8万7500 贷应价存款 8万7500 把这事了结了 形成了负债 并且形成了变化 同时我们把它支付出去 这就成了 接下来 我们看知识点 回购股份 进行职工的期前激励 回购股票 激励职工 这叫什么呢 这叫以权益结算的 股份支付 首先大家必须清楚 这是一个认定 那么具体回购股份 激励职工的时候呢 我们要走出几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 你回购时 回购就回购呗 你要回购自己的股票 那就借记库存股 代记银行存款 花多少钱 借多少钱 用你的股数 乘以每股的价格 借记库存股 代记银行存款 赶紧回购了 那么在每个等待期内 别忘了 因为它是权益结算的 股份支付 那么就按照权益结算 股份支付的套路来 在每个等待期内的 资产负债表日 按照受益日的 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对吧 乘以你的行权人数 加分数 算出总的成本费用来 那么 然后在战略局部 考虑全局 算每一年的 借记成本费用 代记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这是典型的权益结算的 股份支付的合算原理 最后行权时 行权的时候呢 因为你是回购股票 基地职工 所以行权时 应该转销交付职工的 库存股成本 那咱们 回购的时候 借库存股 现在你要是 用它去激励职工的话 那就代记库存股了 而你在等待期内 确认的那个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咱们要把它冲销掉 那就借记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看来不论是我们 一般的权益结算 股份支付的行权时 还是我们回购股份 去激励职工的行权时 都要把权益结算的 股份支付 等待期内 形成的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重调 借记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我们代记的是 库存股 两者之差 若出现在 代方时 走的是资本公积 等股份溢价 差额 一般来讲 在代方 走资本公积的 股份溢价 好 我们针对少数内容 来看一道题目 2019年的12月20日 经股东大会 批准 甲公司向 100名高管人员 每人授予两万股 普通股股票 每股面值是一元 记着啊 100名高管 每人两万股 100乘两万 根据股份支付协议的规定 这些高管人员 自20年1月1日起 从这开始 连续付满三年 等待期有了 因为是回购股票 机率职工 这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它等于是 有等待期的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也就可以在 2年12月31日 无偿获得授予的普通股 因为是无偿获得 所以说那股票价格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权益工具的 供应价值了 好 我们再看 甲公司普通股的 19年12月31日 也就是授予日那一天 因为这一天是经过 股东大会批准的 所以12月20日是授予日 这一天的市场价格 是每股12元 股票的市场价格是12元 但是它的行权价格为0 因为是无偿给的 所以这个行权价格 和股票价格之差12元 就成了权益工具的 供应价值了 所以我们要用它 19年12月31日 市场价格为每股15元 因为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我们只能选择 授予日那一天的 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好 我们来看 20年的2月8日 甲公司从二级市场 以每股10元的价格 回购了本公司股票 200万股 200万乘以每股10元 2000万 借记库存股2000万 代替银行存款2000万 成了 用于高管人员的股权激励 先买回来准备激励 再等待期内 三年嘛 甲公司没有高管人员离开呀 没离开的话 我们一共是多少人 100人 100人一人多少份 2万份 既然是没有人离开 那始终是按照100人来算咯 100人每人2万份 这就100乘2 那么按照授予日那一天的 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它是12 虽然它是股票的价格 但是由于是无偿的 所以它就成了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了 12-0 不还是12吗 那么 100乘2万 再乘12 这是三年的总数是多少呢 三年总数下来 这是2400万 这2400万 由于没有人离开呀 那每年多少呢 第一年是2400的三分之一 那不是800万吧 第一年800万对吧 那第二年呢 是2400的三分之二 1600减去第一年800 第二年还是800 第三年当然是 2400减1600还是800 所以每年都是800 没有问题了 到了22年12月31日 高管人员全部行权 当日甲公司普通股的市场价格是 每股13.5 这行权时候 这个价格也没有用 那么真正行权时呢 我们要充简的是库存股2000万 代际库存股2000万 我们充简的是 等待期内存的资本公地 其他资本公地2400 借记资本公地 其他资本公地2400 代际库存股2000万 会在代方挤出差额400万走的是 资本公地的一家400万 好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 不考虑其他因素 回答下列问题 我们来看 第一个 甲公司在等待期内 确定于上述股份支付相关费用 是应采用的全域公地的供应价值 是哪一天的 是19年12月20日的供应价值 没问题 因为这一天是受益日的 所以正确的选项是A选项 我们再看 甲公司因高管人员 行权增加的股本溢价金额是多少 因为行权 我们要借记的资本公地 其他资本公地2400 代际的库存股2000 所以在代方挤出一个400的资本公地溢价 呗 所以正确的选项是C选项 400 没错 就是C选项 当然进来的机会呢 我们把有关分路来看一下 首先回购自己的股票时 形成的是库存股 咱借记库存股2000万 代银行存口2000万 这就是花多少钱 记多少钱 那么紧接着在等待期 等待期内的这三年 每年都是800万的管理费用 咱借记管理费用800万 代际资本公地 其他资本公地800万 最后 行权的时候 借记资本公地 其他资本公地是2400 代际库存股是2000万 资本公地的股本溢价 是在代方 差额是400万 我们来继续看知识点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股权激励计划 作为限制性股票 和我们前面讲的股票期权一样 终究企业是用自身的股票去结算的 所以他们都属于权益结算的股份之父 那么这个限制性股票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 那么通常是这上市公司 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不是向社会公开发行的 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呢 向激励对象 受予一定数量的公司股票 还是给股票 并规定了锁定期和解锁期 在锁定期和解锁期之内 不得上市流通及转让 也就是说 在特定的时间内 你是被冻结着的 也可以说先给你股票 但是你拿着股票 你却不能真正享有股票的权利 它是不能上市流通转让的 等达到了解锁条件之后 可以解锁 当然如果全部或者部分股票 没解锁呢 没解锁的 通常呢 上市公司按照事先约定好的价格 把它回购回来 一般来讲呢 当初你的行权价 受予价格是多少 通常呢 回购价格就是多少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作为限制性股票的核算呢 我们分为这么几个环节 首先是作为企业 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时 说同时的就是 给你限制性股票时 当然有的时候是不白给 你得花钱 你得有行权价格 那么也叫授予价格 也就是说企业向职工 发行的限制性股票 按有关规定履行了登记 注册登记等增资手续的 那么上市公司呢 应当根据收到职工 交纳的认股款 确认股本和资本公积的溢价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 正常的发行股票的分落 正常发行股票时 借记银行存款 代记股本 大家记得股本永远是面值 你别看一股一元 这股本永远是面值 借记银行存款 是你实际收到钱 代记股本是面值 两者之差在 两者之差在 代方走出一个资本攻击的 股本溢价来 大家看着这个分落 可能觉得有点眼熟 这就对了 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发行股票时的分落 好 我们再看 由于你是限制性股票 你不真是发行股票 那么此时你在发行了 或者说授予了 限制性股票的同时呢 你还承诺将来对方一旦不能解锁 你还要把它回购回来 当然了 我们将来真正要回购的是其中一部分 是那些你不能解锁的部分 但是出于谨慎的考虑 企业在发行限制性股票的时候 就要按照你全额的负债来确认 这样做其实呢就是一种谨慎 那么怎么谨慎呢 说将来可能有一部分会回购 有可能是都回购 那么出于谨慎 我们都假设的都需要回购 最多是多少呢 用总的你的回购的股数 乘以你回购的价格 当然这回购价格通常就是我们的收益价格 那么代际的是其他应付款 在这里形成一个负债 这个其他应付款不是局部的 不是一部分 而是全部这是出于谨慎 那借记谁呢 借记库存股啊 有人说不明白 这怎么是库存股呢 告诉大家 随说我给你了股票 发行了股票 但是这个股票是冻结着的 是现在你不能转让 你不能用的是冻结的 也就是说等你解锁之后 这个库存股才能真正的使用 所以现在是冻着的 冻着的股票 那就是库存股咯 所以呢 我们在发行给你股票的同时 我们再把股票冻结起来 冻结这数 给我们将来要支付的金额 其他应付款正好是一样的 出于谨慎 我们都是按照全额来确认的 所以这里的库存股 也是按照全部回购之后的 那个数量成价格 走库存股 借库存股 代际的是其他应付款 这个处理是一个谨慎性的 一个体现 好 我们继续看 等到将来呢 那么我们发行了 限制性股票之后 等到将来呀 我们就要看一看 你能不能解锁 等到将来 这个没有达到 像说没有达到 这个解锁条件 需要回购的 既然是没有达到 你需要回购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借记其他应付款 代记银行存款 这个其他应付款是谁呢 就是我们 发行的时候 在代方已经确认的 那个全额的 其他应付款 当然 因为你当时 全额走其他应付款 而现在仅仅是针对 未达到 解锁条件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是直接冲的是 其他应付款的一部分 是没达到解锁条件的 那么按照注销的 因为你 没达到解锁条件 你要把它回购回来 所以借其他应付款 代价存款 那回购回来之后 怎么办呢 咱就注销 咱注销的时候 从哪注销 本来你是冻着的 这时候呢 你不用画冻了 你直接把它注销就行了 所以呢 你就代记库存股 借记的是股本 当然了 股本是面值 而你库存股本身来讲呢 一般你库存股啊 它是数量成 围购金额 它比那股本高 通常会把差额 挤到借方去 大家说 为什么只有借方差额 因为你的库存股 比那股本大 所以差额在借方 帮借方一级 走的是资本攻击的一价 借股本带库存股 借方有资本攻击的一价 这就是注销 也就是说 本来是冻着的 那个库存股 咱不用画冻了 直接把它注销就算了 这是呢 没有达到解锁条件的 所以对于 没有达到解锁条件的 我们做两个处理 第一个 先给它回购回来 借记其他应付款 带银行存款 然后你再把这个库存股 给它注销了 我们是带记库存股 借记股本 借方有差额 走的是资本攻击的一价 这说的是没有达到解锁条件 那要是达到解锁条件呢 达到解锁条件 你不用回购了 那么如果是达到解锁条件 你不需要回购的话 我们当初有一个 带记其他应付款 借记库存股 那还动着呢 那还欠了债呢 因为你不需要回购它 所以自动把它抵消就行了 需要回购的 你充减负债 你把它去注销 那么不需要回购的 你把这个冻结这块 给它解冻了 就成了 因为人家能够实现解锁条件 我们来看一下啊 上市公司达到限制性股票 解锁条件 无需回购的股票啊 按照解锁股票相对应的 负债账面价值 这回可不是全部的负债了 是能够解锁的股票 对应的那部分 负债的账面价值 我们是借记其他应付款 代记库存股 按照解锁股票相对应的 库存股的账面价值 咱是代记了库存股的 通常这俩呢 也会有差额 并且差额可能出现在借方 也可能出现在贷方 别管出现在哪边吧 咱们这个解锁的时候 差额走在资本攻击的溢价 借方或贷方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达到解锁条件解锁时 这个分路是借记其他应付款 代记库存股 到后续给大家讲啊 如果你在等待期内 人家给你分配了股力了 并且这个股力呢 如果是未解锁部分 能够撤销的情况下 而你解锁这部分 你解锁这部分 不仅仅你可以做一个利润分配 同时你还要有一个化动过程 有人说 我这好像是本金的化动 为什么在利息也化动呢 没错 利息的化动 也是你本金化动的一部分 怎么讲 后续咱拿利息再说 也就是说 鼓力能化动这部分 也当作你总的负债化动的这一部分 好 当然这里一说呢 大家可能还听不太明白 没关系 你现在有个印象 后续咱用利息来详解这件事 我们来继续看 那么刚才所说呢 就是发行限制性股票时 将来你能够解锁时怎么办 你不能解锁时怎么办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等待期了 等待期等待期 当然一般的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是从受益日到可行权日 中间叫等待期 我们限制性股票也是一个道理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上市公司在确定等待期 是应该综合考虑 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和解锁期 按照股份支付准则的相关规定 判断等待期 这个等待期你要判断一下 进行与股份支付相关的处理 也就是说 到底这限制性股票的等待期 是哪一天到哪一天 你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总之 它是从受益日到可行权中间这段时间 有人说 是不是包括着 这个锁定期和解锁期 这个大家不用僵化 不用较真 你倒是判断一下 是不是可行权 只要以可行权 从受益日到可行权之间 这段我们都是等待期 对于因回购产生的义务 确认的负债 按照金融工具确认 计量准则来进行会计处理 就是我们形成的其他应付款 也就是说我们形成的其他应付款 我们按照金融负债来处理 就成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个多项选择题 对于上市公司实施的规定了锁定期和解锁期的限制性股票的股权激利计划 如果向职工发行的限制性股票 按规定履行了增资手续 也就是说向激励对象发行了限制性股票的 那么说的是发行股票这个环节怎么办呢 下列关于企业的会计处理中正确的有 AE选项 如果全部股票未被解锁而失效作废 说的是全部股票都没被解锁 做废了 上市公司应该按照事先约定的价格回购 没错 别管是全部还是部分 通常来讲按照约定价格把它回购回来 回购时借其他应付款带银行存款 同时我们要解冻并注销 我们是代际护森股借记股本插在街坊 走的是资本攻击的溢价 就这么处理 B选项 授予日上市公司应根据收到职工交纳的认股款 确认库存股 嗯不对 你在交纳认股款是我们应该借记银行存款 代际股本 代方是资本攻击溢价 同时按照将来回购的数量乘以回购单价 确认库存股给它冻上 然后代方走出的是同等金额的其他应付款 那才是对的 所以B选项 有问题 C选项 授予日上市公司应就回购义务确认负债 没错 你应该就回购义务确认负债 并做库存股处理 代方是其他应付款 借方是库存股 这是一个特殊的处理 将来一旦化动时 把它做相反处理 并且你在等待期内 给分红时 如果是可撤销的 这个现金股力 真正解锁的那一部分 也是可以作为画动的一部分的 好 我们继续看 那么他的说法呢 这是没有问题的 在授予日上市公司 无需做快捷处理 显然是不对的 我们有这么多的处理 怎么说无需做处理呢 所以本期的正确选项是 AC两个选项 好 我们来继续看 总和题 贾公司是一家在 科创板块上市的 综合性医疗集团公司 18年和19年发生 相关交易事项如下 18年的12月20日 贾公司的股东大会 通过一项 关于发行限制性股票的决议 贾公司以每股5元的价格 向100名研发人员 每人发行1万股股票 100名每股5元 发行1万股 100名1万股是100万 100万每股5元 那就是500万 对吧 500万 研发人员购买股票后 自19年起 需要在贾公司连续服务三年 等待期有了 贾公司的股票 每股面值1元 在该日供允价值 是每股20元 看清楚 这是限制性股票 那么股票的供允价值 在该日是每股20元 但是授予价格 也可以说是行权价格 是5元 所以说呢 这个限制性股票 在授予日的供允价值 那是20元减5 是15元 这个通常是我们是 用你的股票价格减去 授予价格两者之差 作为呢 你限制性股票的 在授予日的供应价值 因为我们限制性股票 按照权业决算的股份支付来考虑的 所以呢 授予日的权业工具的供应价值 我们是需要确定的 但是限制性股票 它是由这授予的价格和 此时该日的供应价值 20之间的差额 15做授予日的权业工具供应价值的 好 那么我们来继续看 2019年 有5名研发人员离开 一共有多少人呢 一共这里面 我们是100名 你走了5人 那么假公司按照约定 回购了离职人员购买的股票 并按照有关程序 预注销 当年末 假公司预计三年中离开的研发人员比例是10% 随说走了5人 这个当年是要回购的 这是19年回购的时数 但是呢 我们要按照权业决算的股份支付去考虑的话呢 我们得站在局部看全局 那么三年一共有10%离开 那就是100人走10个 还剩90个 90个 每人一万份 再乘以 这个供应价值是15 对吧 如果说这是几年期呢 三年期 你要再乘一个三分之一 那就是第一年要确认的成本费用 我们一算 回来了 好 我们来看 这里的其他资料是 假公司发生的研发费用 全部费用化 记住当期随意 这说明 这个研发费用还没有资本化的 我们发生时 借记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 然后再把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 转到当年转到管理费用中去 并且不考虑税费等影响 我们继续看 要求 编着假公司发行股份的会计分录 接一航送了代股本 资本公司一价 计算假公司 19年应确认到股份支付的费用 按刚才说的 总的是10%离开 用100人 说明有90人 90人每人1万份 乘以1万 再乘以 供应价值 前面算了是15 然后乘以1分之1 它是3年期的嘛 编制 确认股份支付费用和回购 并注销股票的分录 回购时 借记其他资本费款 代银行存款 注销的时候是借记股本 代库存股 两者之差在借房走一价 当然我们这里的单位呢 用万元 所以呢 1万 那么就用1来代替 就可以了 单位是万元的 好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首先 讲公司发行股份的时候 收益限制性股票的时候呢 一共是100人 每人1万份 所以写1 那么每份是 收益价格是5元 所以收人家500万 建议行存款500万 但股本本身是每股1元 所以是100万 差额400万 在代方走出的是资本攻击的股本 溢价 这是400万 那么这里边走出一个 银行存款500万 带股本100万 资本攻击溢价是400万 同时呢 我们按照你将来可能回购的 全部股数是100万股 每股回购价格 是我们的收益价格5元 所以是500万 因此 我们代替其他营赋款 这是出于谨慎 不是吧 不是说只把将来 不能解锁的部分回购 我们走其他营赋 而是说按照所有承担的义务 可能都回购这个角度来考虑 那是其他营赋款是500万 然后呢 借方式库存股 当然这库存股呢 是说我给你股票 但是它是冻结中的 冻结中的股票 我们是走库存股的 但是有一点记着 股票虽然在冻结 但是股本依然存在 只有把它注销的时候 我们代记库存股 借记股本 那股本也就没了 此时是冻结着的 好 这是发行股票的时候 我们再看 19年 到了等待期了 应该存多少股份支付的成本费用呢 首先100人离走10% 那就100乘1减10% 这就是90人 乘1再乘15 乘1三分之1 这是450 这450 这是第一年的 借记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 450 代记资本公金 其他资本公金 450 然后把这450 转到管理费用中去 借记管理费用450 代记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 450 也就是说呢 这个研发支出中的 费用化支出 到期末时 要转管理费用 而研发支出中的资本化支出 不是在期末时 转无形资产 而是要在无形资产 达到预定用途的时候 才转无形资产的 好 我们来继续看 然后 回购并注销 这里面 那么回购并注销多少呢 当时走了多少人 走了五人 当年走了五人 每人一万份 这是五万份 每份五元 按照当时的收益价格来回购 所以你要花25万 因此代银行存款25 借其他用付款25 回来了 这是你花的钱 然后咱注销 注销时 代库存股 也就是说还没解冻 直接就注销了 代记库存股 库存股多少钱 当时我们这就是按照这个回购的金额 25圈的库存股 所以咱代记库存股25 那么借记股本 因为那是五人 一人一万份 所以是五万 五万的股本 借房有差额20万 走资本攻击一价 所以我们说 注销的时候的差额肯定在借房 因为你的库存股要比股本大 股本是面值 库存股是全额呀 所以两者在借房挤出差额走资本攻击的溢价 这里是个二十万